哈囉 各位好 我是愛中華的伊恩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繡球花的調色 在分享繡球花調色之前 有一些繡球花的小知識必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繡球花 它的花基本上不是它真正的花 它的花是它的二片特化而來的 所以它裡面含有非常多不一樣的色素 比如說葉綠樹 比如說類胡蘿蔔樹 胡蘿蔔樹 花青樹 或者是在這邊我們等一下會講的其實是大飛燕草樹 這種呈現藍色的花青樹 那由於它裡面有非常多不一樣的色素 然後跟隨它不同的代謝的速度不一樣 會讓繡球花有變色的一個可能性存在 那什麼樣的因素會影響繡球花的 花色的代謝的速率不一樣呢? 事實上呢 我姐在煮咖啡 咖啡機的聲音 那事實上呢 就是那個土壤中的pH值 跟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鋁的含量 那在鹼性的環境底下呢 花青樹的代謝速率比紅色的色素的代謝速率還要更快 所以在鹼性的環境底下 後球花就會呈現紅色的狀態 比如說像這裡是在鹼性底下 它就會呈現這種鹼性的環境底下 它就會呈現紅色的狀態 那在pH值未來越酸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地從邊緣開始 不好意思說慢慢地從邊緣開始 它的那個花青樹的那個量會慢慢地增加 所以你從邊緣開始會慢慢地變成藍色 那在更酸的時候呢 它就會整朵變成有一點點白白的 藍色的部分是比較居多了 那在更酸的情況下 它就會變成這種 真的是藍色的樣子 它就會變成整朵式會是藍色的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酸性的情況下 那土壤中有效的鋁的含量會提高 那大飛燕草樹會去跟鋁結合 那結合之後它就比較強壯 它就比較穩定啦 在比較穩定的 那這樣子比較穩定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被帶曬掉 所以它可以維持比較久的情況下 變成藍色 像這個這一朵一樣 這個是無盡夏 像這一朵它就會呈現藍色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的目的呢 我們現在要調色就非常簡單了 我們只要把土壤調整成寬性的 然後讓它的有效率增加 那我們就可以達到 讓繡球花變成藍色的一個目的 那事實上這個動作是蠻複雜的 沒有說那麼簡單啦 所以在市場上我們看 我們去買繡球花的話 藍色的通常會比紅色的貴30% 這是一定的 那等一下跟你講之後 那還是人家賣這個錢是有它的原因 那首先呢我們怎麼樣調出酸性的水 我們在澆灌土壤的時候 如果我們用酸性的水去澆的話 土壤自然而然就會變成酸性的 那這邊呢我用的是鹽酸 你只要去化工材料行跟他說 我要買1N的鹽酸 它的化學是HCl 你就說我要買鹽酸 它就會給你鹽酸 你要買1N的 濃度是1N的 那濃度是1N的鹽酸之後呢 我們要把它稀釋成 稀釋成4000倍 就是說 1cc的1N的濃鹽酸 把它稀釋4000倍 那它就會變成 pH值約莫等於4的水 那在稀釋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因為它鹽酸具有腐蝕性 然後把它打開 我這個是已經分裝好 這個裡面一管就是1cc 那這個是4公升的水 欸 什麼 你不知道怎麼調4公升的水 欸 你要弄4公升的水其實也很簡單 你基本上你要拿一個透明的水桶 然後我們去買飲料 不是有一公升裝的嗎 那你就是 1公升的水把它倒進去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在透明的水桶上面畫一條線 那就是1公升 那接下來倒第二次就會是2公升 那第三次就會是3公升 以此類推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那個4公升的水 那個沒有很清楚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比例本來就是測不準的 好 那我們就把那個1cc的鹽酸 把它倒到4公升的水裡面 ok 這一定要小心 因為這個 很酸 你會灼傷你的手 ok 倒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拿到了 pH值等於4的水 那接下來呢 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可能大家比較難做到的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去拿到 讓土壤中有鋁的含量增加的一個肥料 所以我這邊拿的是我之前去國外的時候有買的 這個叫做Color Me Blue 或者商品名啦 就是讓我變成藍色 或者是說你可以買Hydrangia Blue Hydrangia就是秀秋花的英文名字 那就是把Hydrangia變成Blue的意思 Hydrangia Blue 那它裡面的主要的成分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就是 硫酸鋁 那加了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讓土壤中的鋁的含量增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寫Hydrangia Blue 然後桌子有寫一個Aluminum Sulfate Aluminum Sulfate 其實就是硫酸鋁 那它的使用的那個比例 它上面有寫得很清楚 像我買的這一排呢 它上面是一匙加到一加倫的水 一加倫的水大約是4公升 它3.78公升 那大約是一樣是1比4千 所以以這樣的比例來算的話 事實上是蠻簡單的 你就是4公升的水 加1cc的鹽酸 再加1匙的 1匙的這個肥料 這個Columne Blue肥料 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藍色的水 它特別是把它染成藍色的 那這個藍色的水 就是直接可以拿來澆灌我們的繡球花 那它就會 你的繡球花就會從紅色的 就變成淡淡的藍紫色 然後再變成粉藍色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藍色 它至少會有4種顏色可以讓你欣賞 那這裡有一些照片 是我們家去年5-6月聖花期的時候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花色非常多的多 非常的多樣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人士 所以沒辦法調出來就是 純正的顏色 事實上你也可以做到這樣子 只是說 我個人覺得這種花色非常多樣 反而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在同一株上面 因為你灑的量不一樣 有可能這邊比較酸 這邊比較不酸 那它就同一顆會出現粉色的 粉藍色的 藍紫色 事實上我是覺得很繽紛很漂亮 所以也不用太計較說 你一定要灑得很精準 沒有必要 但 要注意的點是說 你不能一開始就把它弄很酸 那你的繡球花可能就會直接的死掉 OK 那我這裡有幾盆 我目前家裡種的 全部都是 這裡看到的都是 OK 都是無盡夏的這個品種 那無盡夏的這個品種呢 它基本上在平地的話 台灣平地 一年四季都是 都是花期啦 大概只有在11月到1月這段時間是沒有花 那 像我去年最後一期花是在11月 那現在其實又已經在開花了 有點重 OK 那像這一朵呢 是有把它調成藍色 它已經開完兩朵把它剪掉了 那這一朵就是把它調成藍色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 它其實它的花苞都非常多 你現在來調色的話 是很OK的 這是它的花苞的部分 那兩個禮拜以這樣的水去澆灌它一次就夠了 那它就會變成 這個藍色的一個狀態 OK 然後來看一下 另外這一盆 另外這一盆 另外這一盆是 我在試 如果我們只有把 只有加那個酸的水 然後不去加Color Me Blue 它會怎麼樣 大家可以看到 它顏色也是會變 但是它並不會變得這麼藍色 它變得有點紫紫的 那就是跟我剛剛說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齁 因為 被遮住了 哎呀被遮住了 因為呢 它要變色必須要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齁 就是說 它土壤必須要酸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必須要跟鋁去結合 才有辦法讓它變成那個藍色的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只有用 pH指示條的話 它還是可以變啦 因為它土壤本來就含有鋁 但是它的顏色就會比較不會那麼漂亮 都有點混雜的樣子 做總結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讓繡球花變成藍色的話 那有兩個點你必須要注意 就是pH指要降低 大概大概4到5以下 它就變藍色 那第二個點就是你要增加土壤中的有效率的含量 你就可以得到藍色的繡球花 你就可以來做繡球花的一個調色的工作了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人愛中花 來介紹這個百分之百不偿失 絕對是可以成功的繡球花調色的方法 那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你分享給你愛種繡球花的好朋友 那我們希望在台灣的平地 我們大家都可以種很多繡球花 那我們的大街小巷就會更漂亮 好 那進度到這裡啦 我是愛中花的伊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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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